我们来继续看第五节 前期差错及期更正 这里边我们随说属于会计差错 但是重心强调的是前期差错 为什么要说前期差错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平时做会计处理时 如果你当年发现了当年的错误 并且当年还没结账的话 这事简单 怎么办 你当年没结账 在结账之前 就用大家学习那个什么红字冲销 什么划线更正就能对付得了 但是一旦发现了 以前期间已经结了账的 当期再发现以前的错误的话 人家账都已经结了 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 这是本节要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好我们来具体看 首先呢 什么叫前期差错 如何处理 所谓的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的运用下来两种信息 而对前期报表造成省略或错报 哪两种信息 第一个是编报前期报表时预期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 那第二个呢是前期差错误通常包括计算错误 应用会计政策的错误 还有疏忽或者取决事实以及舞弊产生的影响等 这些呢都是差错的主要情形 我们具体来看 作为差错 我们把它分成两类 当然这两类的划分 主要是为了核算的区别 首先我们说呀 有些差错可以把它认定为是不重要的前期差错 那么有些差错呢 就是重要的 什么叫不重要的前期差错呢 不重要的前期差错是指不足以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 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限制主要做出正确判断的差错 如果一个差错不足以影响使用者做出判断 它就是不重要的 也就是说这个重要不重要 得对你的信息给使用者带来的影响来看 如果这事你就算有差错 不影响使用 这个差错就无足轻重 那么但是有些差错 足以影响使用者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限制主要做出正确判断的 这个差错 如果你不改过来 那么使用者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是重要的 当然我们说重要不重要 主要从性质金额这个角度 来进行考虑 是需要进行职业判断的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对于不重要的前期差错呢 通常我们采用的是未来使用法 也就是说 如果你当期发现了以前期间的差错 并且当期发现的是以前的不重要差错 你就当这个差错发现在当期就好了 直接调整你发现当期与以前期间相同的项目 这事就解决 比如说 你21年发现了20年少提200块钱的折旧 那既然少提折旧200块钱 你也不能视而不见呢 你干脆就在21年补提200元折旧也无所谓 200块钱的折旧 不足以影响人们的判断 你就做在21年就成 那么对于重要的差错呢 我们应该采用的是追溯重述法 这个追溯重述法呀 就是确定前期差错影响数 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也就是说 只要是你能追溯的 对于重要的前期差错 我们都要追溯重述 当然 如果你说我追溯重述 我不切实可行 我努力追溯 我也不能追溯的话 比如说 有关资料 这个不具备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以不用追溯重述 也照样可以用未来实用 实际上我们注意到了 这个未来实用法 不仅用于政策变更 估计变更 它还可以用于 差错更正 但是差错更正中 这个追溯重述 跟政策变更里那个追溯 调整不是一个概念 虽然看起来差不太多 实际上还是差得很远 所谓追溯调整 不表明当初是错的 我们只能说在 当初的基础上 进行的调整 而追溯重述 则表明当初是错的 要重新的表述 重新的描述 重新的叙述 所以你要较真的话 这个追溯重述和追溯调整 它不是一个方法 它是两个方法 但思路上是一致的 都要进行追溯考虑 我们来看 前期差错的重要程度 是根据差错的性质和金额 来进行指约判断的 在我们进行会计处理时 如果差错更正过程中 涉及到锁的税问题时 大家记住 锁的税的问题 在我们会计里边 永远是按照当期和地言 两条路径来考虑 这就对了 我们一说锁的税的时候 你千万记住 一定要问一句 当期如何 地言又怎样 假如你不问两句 你上了就一个笼统的锁的税 这事十有八九 你是做不对的 另外呢 对于以前年度的损益追溯重述的 我们还要重新计算 各列爆期间的美股收益 这个美股收益的重新计算 那是因为我们列爆期间的 利润发生改变 当利润改变 股数不变时 你的美股收益也在变化呀 这跟我们后面讲的 美股收益中的重新计算不同 我们后面的美股收益的 重新计算是说 你的股数发生改变 我们需要重新计算 而这里是利润发生改变 大家学习的时候呢 要稍稍的比较一下 你就明白 随说都叫重新计算 但它们还是有着本质的差异 我们来继续看 在这里呢 来具体举个例子 说不同情形下的快捷差错 咱应该怎么处理 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是要始终区分 这个差错算是个重要差错 还是个不重要差错 来 首先来看啊 我们举例 我们把各种情形 放在一起来比较看一下 比如说 当期发现当期的差错 如果较真的话 当期发现当期的差错 它不属于前期差错 对吧 当期发现当期的 你比如说21年 12月份 发现你21年的账错了 那错就错了 那有什么呢 错账是正常情况啊 在你没结账之前 你该改就改过了呗 这叫当期发现当期差错 比如说 19年的3月1日 发现了19年2月份 少提折旧200万 这事儿我们先看一下 19年3月1日 属于18年的日后摄像期间 但是你虽然说 发现的差错 发现在日后摄像期间 但这错误呢 也错在了日后摄像期间 这就表明是 19年发现了19年的差错 这就叫 当期发现了当期的差错 尽管200万的折旧 可以说这数额不小 这是一个重要的 这是个重要差错 当期发现当期差错 无论你是 是否属于日后期间 也不论你这个金额 是否重大 只要你是当期发现当期差错 这事儿就算在当期 补回来就成了 所以发现当日补折旧 涉及损益 直接调当期科目 成 其实这非常简单 这不属于前期差错 我们接着看 如果在资产份表日后摄像期间 发现了报告年度的差错 你在日后摄像期间 发现了上一年有差错 并且是报告年度 那其实我们还要懂 还要知道一件事儿 你日后事项的事儿 其实我们跟报告年度 是连为一体的 我们说为了体现及时性 你报告年度那事儿 要发生在日后摄像期间 就当是报告年度 发生的是一样的 你要有这样一个理念的话 这事儿也简单 为什么呢 我们来一起看 如果你19年3月1日 发现了18年 少提折旧 我们先说 如果少提200万 这金额不小 是个重大的差错 你细想一下 你是19年3月1日 而19年呢 它是18年的日后摄像期间 在日后摄像期间 发现了报告年度的差错 就等于是报告年度 发现了报告年度的差错一样 所以你还要调整 报告年度的期末数 那么正因如此 所以19年3月1日 发现的18年的 这200万的差错 你要调的是 18年的期末数 这就是相当于是 18年发现了18年差错 也就是说你在19年3月1日 这个19年3月1日呢 虽说在19年 但它属于18年的日后上期间 而日后上期间 发现的事 跟你这报告年度 是连为一体的 相当于是一年的 这叫相当于是一年的 因此你19年 发现了18年 少提折旧200万 这事就当18年的差错 调在18年期末 我们看 发现当日补提折旧 涉及损益的直接记录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也就是说 这不是18年年末 对呀 你19年3月1号说 那个18年年末 已经是上年了 这属于日后上的调整 实际上走的是 以前度损益调整 那么18年 汇算清缴未完成的 同时还可以调整 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并调整的是 18年资产负债表的 期末数 和利润表的八年数 几个意思 告诉大家 它怎么就是 18年年末数呢 而不是19年年初数呢 比如说 18年年末就是19年初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 18年年末 因为你日后上期间 发现了一个差错 相当于是 报告期发现了差错 而报告期发现了 报告期的差错 所以要调整报告期的期末 同样道理 如果你是19年的3月1日 发现了18年 少提折旧200元 不是200万 是200元 这个金额不是很大 但是它毕竟是 日后实际期间 发现的报告年度的差错 你就相当于是 报告年度发现的 报告年度的差错 还是要调整在 报告年度的期末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是日后上期间 19年4月1日 发现了18年 少提折旧 别管是200万 还是200元 都相当于是 当年发现了 当年差错 要调在当年 只不过这是 日后上期间发现的 所以它要调的是 先走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最终调的是 18年报表的期末数 这个我们还从客观提交 都要把握它 也就是说 日后上期间 发现的报告年度差错 别管是重大 非重大 它们都是调整事项 对不对 完全正确 它们都调整的是 报告年度的期末数 对不对 完全正确 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还可以从客观提来 考核大家的 理解这件事 有一个关键的钥匙是什么 拿一把钥匙 打开锁 最关键的是什么 就是你19年3月1日 发现的差错 相当于是18年发现的 所以18年发现 18年差错 别管重要不重要 都调在18年 你有这样一个前提之后 你再想想 那我是日后上期间发现的 那你就得做调整事项 因为日后上期间调整 对于这个12月31日 已经存在的情况 要做调整事项处理的 这一调整 那肯定调整的是 18年的年末 这事儿千万要重点把握 好 我们来继续看 资产复表日后期间 发现报告年度 以前的重大差错 同样 假如说19年3月1日 你发现的是 17年少提着就200万 那咱就得想一想了 19年3月1日 是18年报告年度的日后事项期间 发现了以前年度是17年少提折旧了 这事儿就要理解为是在18年发现了17年少提折旧了 那你当年发现上年少提折旧 你要调的调谁呢 你得调你当年的年初数 所以一定要调在18年报表的年初数 你为它是重要差错吗 如果说这个09年的3月1日 发现的是07年的不重要的差错 09年3月1日发现的是17年不重要的差错 相当于是18年发现了上一年不重要的差错 所以你做的18年的年末 它就有区别了 咱来看 先说这个重要的 如果你19年3月1日发现了17年少提折旧200万 这是个重要的差错 所以发现当日补折旧 涉及损益的记录 以签签损益调整 这是调整实项 并调整的是18年报表的年初数 那么你19年3月1日发现了17年少提折旧 有200元呢 那你调整的一定是18年的年末数 一定是18年的年末数 为什么 因为19年3月1日日合上期间 你发现17年的差错是不重要的 这些事可以理解为是你18年发现了上年不重要的 记载18年当年 所以18年当年当然体现在18年年末了 如果你上年重要的你追溯重述 你肯定调整在18年年初 这就说明我们19年3月1日 因为它属于18年的日后摄像期间 日后摄像期间发现的差错 当做是报告年度发现的这样来理解 理解完了之后 再按照调整事项去考虑 以前的事都走 以前都损益调整 来解决 这事就成了 好 我们来继续看 非资产费表日后期间发现的前期的重大差错 假如说这不是在日后摄像期间的 如果19年6月1日发现了17年 扫提折旧200万 并且18年度报表已经对月报出 由于你19年6月1日 你不能说这是你18年的报告期的日后上期间 所以你不能理解为是18年发现的 你就是19年发现的 19年发现了17年的差错 这叫以前差错 所以你是重大差错 你只能调整19年的年初 因此发现当日补折旧设计损益计入以前损调整 并调整19年资产负表的年初数 明白了吧 得到什么规律了吧 把这规律悟出来啊 你看 那我要19年6月1日发现17年的不重要差错呢 你要19年6月1日发现17年的不重要差错的话 那相当于是今年发现了以前年的不重要 那你就做在当年好了 所以调整的是19年的年末数 这个发现当期补折旧设计损益的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你这个 19年6月1日发现的这个17年少提折旧200元 直接做在19年当年影响的是19年报表的期末数 这其实就可以了 这就直接影响而不是一个调整的问题了 所以说呢上述六种情形就是我们说发现了差错 并且是以前的差错 我们在不同的情形下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表面看起来似乎比较复杂 实际上规律性很强 只要日后上期间发现的差错 这错不在当期的话 是以前期间的话 你就当它是报告期间发现的 日后上期间发现的报告期间的差错 无论重大不重大 都是调整实际上调整报告的期末数 如果日后上期间发现的以前期间的重大 调整的是报告期的期出 以前期间的非重大 调整的是报告期的期末 如果是非日后上期间发现的以前期间的重大 调整的是当期的期出 如果是非日后上期间发现的以前期间的非重大 直接记载了发现当期的期末 就这么简单 当然你要把它误透了 还要去把有关的理念做到熟练的把握 我们继续看 单项选择题 假公司19年3月在上年度草报表批准报出前 发现一台管理用固定资产 没提折旧 属于重大差错 该固定资产是17年6月接受以公司捐赠取得 19年3月发现了17年的差错 16月就捐赠了 根据假公司的折旧政策 该固定资产在17年应该折旧100万 18年应该折旧200万 结果这俩都没折 也就是说相当于19年发现了17年少折100万 18年少折200万 那我们就得看看了 你19年3月份发现的那个17年的这100万 这属于重大差错 它要调整的是谁呢 它要调整的是报告期的期出 因为你这19年3月1日相当于18年的日会上期间 所以你当做是报告期发现了以前期间的重大差错 所以你要调整报告期的期出数 而你19年3月份发现的18年的这200万的重大差错 要调整的是报告期的期末数 因为你日后上期间发现的报告期的差错 无论重大不重大都调整报告期的期末 所以这100影响的是18年的期出 这200影响的是18年的期末 但是我们把两件事要联系在一起的话 真正影响到18年期末的 还要把年初的100累计过来 这300都影响18年的年末 假如要直接问你影响18年年初数是多少 那就是这100 问你影响18年年末是多少的话 你可不能说是200 因为那年初的100同样会影响年末 它应该是300 我们来看 假定 假公司按竞争的10%提法的影响攻击 不考虑所得税等其他因素 没有所得税了 那我们这个税前就是税后 这300的税前就是300的税后 假公司2018年资产负利表 未分配利润数的年末数 条件多少 他直接问的是资产负利表的18年年末 要是问你18年年初调多少 就是那100 你要不考虑所得税 考虑问的是未分配利润的话 那你就是减去10%的盈余攻击 其实是90 18年资产负利表 未分配利润的年初数 条件90 而18年年末未分配利润多少呢 你在年初调整90的基础上 把当年这个200减去乘以价29 18 180 这是当年的 年初的90加180 一共是270 那么年末要调减270的 所以未分配利润年末数 调减270 正确选项应该是递选项 你说老师这题怎么听呢 这么复杂呢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你一定要知道这事 我再跟你掰扯一遍啊 你19年发现的 17年的差错 属于你日后上期间发现的 以前期间差错 当做是你报告期发现的 上一年的重大差错 所以调整报告期的期出数 19年3月发现的 18年的少题折径的200万 是你日后上期间发现的 报告期的重大差错 你属于报告期期末要调整的金额 所以一个100调整的是 18年的年初 一个200调整的是 18年的年末 那么总体来看 18年年末 那就以300了 因为你调年初的 最终也会累积到年末来 它是资料复制表 是要累积过来的 所以我们单纯问 18年年初 肯定调的是90 你要单纯问 18年年末 不得要考虑 当期的这180 还要把年初的90拿过来 那不是 90加180 270吗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为 第一选项 我们再来看 单一项选择题 2019年12月31日 贾公司发现 应自18年10月开始 集体折旧的一项固定资产 从19年1月才开始提折旧 你得看清他错在哪 他说18年10月就该折 结果19年1月才折 错在哪 错在18年的10月 11 12月 这仨月他没折 到这18年管理费用少提了200 因为你没提折旧 所以你少计管理费用200 200万 这200万的管理费用 我们认定为重大差错 税务部门允许调整 19年的应交所的税 这个税法允许 你这有差错 可以调整19年的应交所的税 上年少计200万管理费用 其实表明你 上年可能多算利润了 多算利润的话 上年可能多交税了 所以19年可以少交税的 那么贾公司 适用的企业组的税率是25% 没有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贾公司议计表中的 18年净利润是500万 并按照10%提法定盈余 这里边有200万的差错 当时有净利润500万 我们来看一下 不考虑其他因素 贾公司更正该差错时 应将19年12月31日 资产分布表 未分布议计项目的年初数 调减多少 为什么要调减 19年报表的年初数呢 因为你是 19年年末 发现的 18年的差错 这不属于日后上期间发现的差错 它属于非日后上期间发现的 以前期间的重大差错 所以它要追溯重述 重述到你发现期间的期初 你的发现期间是19年 所以你要重述调整的19年的年初 因为你要补提折旧 你必然让利润减少了200万 200万乘以一减25% 这是150万的净利润 150万净利润按10%提赢于公鸡 还剩下90%的未分布利润 所以你在19年12月31日的资产分布表 未分布利润的年初数 应该调整的是 150的90% 135 要调减135的未分布利润 你就做对了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 我们把这有关分路来看一下 首先你在补提折旧时 借记管理费用 当然走的是以前减息调整 这里边不是日后事项 也不是调整事项 就是你当期发现了以前的差错 借记以前减息调整200万 带累计折旧200万 那么因为你的费用减少 可以少交所得税的 少交多少呢 少交200万的25%是50万 借记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50万 带地以前减息调整50万 出来了 另外你的净利润在减少 净利润减少了150万 所以说我们的盈余攻击和未分布利润 都是要减少的 当然你直接把以前减息调整 转过来 转过来150万里边 拿出15万10%走盈余攻击 剩下的135是未分布利润 利润分配未分布利润的借方 所以它是减少 并且它是减少了19年报表的年初未分的利润 这事儿你一定要把它摇转 我们来继续看 松和题 甲公司20某八年度的曹报表 经审计人员审核时 对以下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提出了质疑 质疑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大前提 其他有关资料是这样的 说甲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是25% 未来年度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这表明我们的可抵扣差异 都可以确认为地延所得税资产 那么另外08年初 甲公司不存在的地延所资产 或者地延所负债的账面余额 甲公司远取得对已公司30%的股权时 这里面有个假对已的30%的股权的问题 以公司可变竞产供应价值和账面价值是相同的 另外呢不考虑除企业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费和因素 那就意味着企业所得税我们还是要考虑的 千万注意啊 不能把所得税也给除了 说除企业所得税以外的 那这一下子糊了劲了 把企业所得税也不考虑了 那就错了 正好说反了 我们企业所得税本题是一定要考虑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差错更正过程中 你这一质疑就有差错 差错过程中一旦有了锁子税问题的话 将使得这类题目的难度是有所提升 我们平时备考时一定要多加训练 我们继续看 要求 根据资料判断假对上述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说理由 如果不正确的话 编制更正 甲公司08年度曹宝表的会计分录 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编制的是更正分录 更正分录 你别看一块正字 可不是正确的意思 更正分录是更正分录 有人说什么叫更正分录呢 打个比方说 如果你那错误分录叫一 当你看着错误分录的时候 你能够想象出那正确的分录是三 你怎么才能写出更正分录呢 更正分录就是那正确分录和错误分录中间的这个环节 你写出这二 这二是谁呢 就是说你把这个错误分录在它的基础上 再把这个更正分录要是加上的话 它自动就等于了正确的分录 所以考试时让你写更正分录 你可不要直接写正确分录 而是要在错误的基础上 把那个更正的过程给它写上 让错误加上更正的过程 最终生成的是一个正确的结果 用这样一个思路 你才能把这题做对 所以在这里刘老师告诉大家 当考试要你写更正分录时 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写的不是那正确分录 是说在错误的基础上 找到正确分录时 我们中间那个过程就叫更正分录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资料 因国家对A产品实施限价政策 假公司生产的A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是每件15万 也就是说假生产的A产品 国家限制售价 每件只让它卖15万 那么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从08年1月1日起 假公司每卖一件A产品 当地政府就给予补助10万元一件 那其实里外里我明白了 假的这个A产品一件到底值多少钱呢 它值25万 只不过明明值25万的A产品 国家愣让它 对它限价 让它卖15万 它卖15万不是赔了吗 没关系 少拿那10万 由当地政府给 实际上相当于 A产品是由用户出了15万 政府给了10万 是政府和用户一起买走了 对于假公司来讲 还是拿到它 本应该拿到的A产品的售价 是每件25万 要说政府补了 没补呢 补了 它实际上补了谁 它补了那个用户 让用户少出了10万块钱 是政府替用户出了10万块钱 当然 这种政策 虽说没有直接补给假企业 但是也有利于假企业的销售啊 假企业也应该说 对它是有好处的 我们继续看 08年度假公司 共销售了A产品 1120件 收到政府给予的补助是 13600万元 卖了11120件 那它直接收了多少钱呢 1120件乘以15 这是它直接收的 用1120乘以10 这是政府应该补的 但实际补的钱多少呢 是13600 A产品的成本呢 是21万元一件 那如果你结算成本的话 那就是21万乘以 1120 这是结算成本数 我们来看一下 税法规定 企业自国家取得的资金 除作为出资外 用进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计算应纳企业所得税 他就是告诉我们 你直接拿这个补助啊 每件这10万的补助啊 你在当期是要交税的 假公司将上述政府基于的补助 在08年就进入了应纳税所得额 它是交税的 计算了应交纳的企业所得税 假公司还真交税了 那我们再看 对于上述交易事项 假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他收到政府补助这 13600万的时候 他借银行存款 带进了地盐收益 应该说大家一看这个分路就明白 他走的是政府补助的思路 他用的是政府补助的范 什么叫政府补助的范呢 我们政府补助是收钱 对吧 别管是依资产相关 预收益相关 只要补将来的 我们先走地盐收益 然后从地盐收益 他再转到了营业外收入 你看 他先收了13600 然后把其中的这 属于当期的这1亿 因为当期他卖了1120件 那就是11200万 属于当期的收入 当期的 他就直接把它转到营业外收入了 另外结转成本时 是1120件每件乘以21 结转了成本 那么另外呢 他实地销售的价款 每件收了15万 那么一共是1120件 所以最后收的是16800件 应该说假这个处理 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呢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政府给你补助 并不是真补给了企业 它的实质是补给了最终的用户 也可以说政府和最终用户 一起花钱买了你的产品 对于企业来讲 并没有额外多拿一分钱 所以政府给你补的这钱 你是不能走政府补助的 应该成为你自己的收入的一部分 那么既然是收入的一部分 在你收到钱没有确认收入时 你应该先走合同负债的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 资料一的处理是不正确的 理由非常简单 假公司按规定的限制价格出售 政府对差价补助 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 假公司并没有直接从政府取得无偿的补助 因此收到的补助款 不属于政府补助 那么应该作为你的正常收入来进行确认 那么怎么来确认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首先呢 你要把 比如说那我这更正分落怎么写 看清了 何为更正分落 更正分落就是在你错误分落的基础上来改 你看啊 刚才你已经做了一个借金银行存款 一亿三千六 其实无论是怎么办 无论你是按收入还是按照政府补助 你这钱收到时都是借银行存款的 既然都是借银行存款的 那银行存款就不要动了 但是我们要走的是合同负债 而不是低延收益 你账上有低延收益 我们需要走的是合同负债 那怎么办呢 就把你账上的低延收益换成合同负债啊 那怎么换呢 你原来账是带低延收益的 我们现在借银行收益 账上的银行收益不就没了吗 然后你账记的是合同负债 但是你一定要把这过程写出来 所以你来看 借银行收益一亿三千六 账合同负债一亿三千六 你仔细想一想 这是一个分路吗 这真不是一个分路 它没有什么实质含义 它就是针对你上述那错误的分路 做的一个调整 上述的错误的分路是什么 借银行存款一亿三千六 账银行收益一亿三千六 如果你用借银行存款一亿三千六 账低延收益一亿三千六 加上这个借低延收益一亿三千六 账合同负债一亿三千六 你说最终它生成的是谁 它不就是借银行存款一亿三千六 和账合同负债一亿三千六吗 但是这个正确分路不能直接写 而是在错误的分路基础上 把这个更正过程写上就成了 当你在借银行存款一亿三千六 账低延收益一亿三千六的基础上 加上了借低延收益一亿三千六 账合同负债一亿三千六之后 其实你的账上自动剩下的是谁 就是借银行存款一亿三千六 账低延收益一亿三千六 没问题吧 应该没问题呀 这就是老师给大家说的 这个更正分路的特点 另外 我们说呢 他曾经把那低延收益转过营业外收入 我们连低延收益都不承认了 你那低延收益转营业外收入 我们也就不承认了 所以把他那个不承认的分路呢 做相反的调整 再写第二个调整分路 借营业外收入一亿三千二 账低延收益一亿三千二 这个分路就是把你账上原来那个 借低延收益一亿三千二 带营业外收入一亿三千二 给他对冲 你看 这就是更正分路的第二步 慢慢来理解啊 实际上你写这个分路史 你的眼前看着谁呢 你的眼前看的是 借记低延收益 带记营业外收入 这样他就没了 因为确实不需要他 因为我们低延收益都没有 更何况低延收益转营业外收入 这个分路呢 就都没有了 另外 我们说 你还要把 因为合同负债呢 你一共是一亿三千六 但是当期 因为你卖了一千一百二十件产品 你卖了产品 你履行了义务 你应该确认收入的 所以你应该在一千一百二十乘十 用一千二百万的金额 走出一个主用业务收入来 这就相当于在合同负债的基础上 再把它劝出收入来一千二百 这个分路是在有了合同负债之后 你再把它转过来 借记合同负债 一亿一千二百 带主业务收入 一亿一千二百 大家知道 每履行义务收钱时 叫合同负债 一旦履行义务 从合同负债中 变成主业务收入 其实你看到这一步也就明白了 我们政府给的钱 它不也是我们主业务收入的一部分吗 当然说到这里呢 我们还要看一下 你账上的合同负债当初是一亿三千六 现在你转了一亿一千二百 你还有两千四 这两千四的合同负债账面价值两千四 它的计税基础多少呢 我们就得问一句 你的合同负债的负债账面价值是两千四 它的计税基础是多少呢 计税基础就是将来你的经济利流出时 有多少是不能扣除 有多少能扣除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由于我们收到钱的当期 这个合同负债收的钱 是按照税法规定是 进入了应诈税所得额交税了 税法是非常讲理的 你当期交税了 将来你的流出是可以扣除的 所以你这两千四的流出将来都是可以扣除的 因此不让扣除的金额就是零 所以负面价值两千四 计税基础就是零 负债不让扣除才是计税基础嘛 所以负债的计税基础是零 负面价值两千四 因此形成了负面价值大约计税基础 两千四百万的差弱叫可抵扣三性差异 这可抵扣三性差异 如果确认的话 确认为低延所需资产 所以两千四的百分之二十五 确认的是六百万的低延所资产 因此我们要接级低延所资产六百万 代际所的税用六百万 看了没有 我们把错误的更正成正确的 在正确的基础向前延伸 把它转成主业务收入 并且把当期要确认的低延所资产 也要把它考虑出来 应该说这个题不是很难 但是要把它完完整整的作对 没有一定的功力 你还真是拿不出来 所以呢老师经常说 我们考注册会计师 真的不是考过的 是你学过的 可以说你在学习过程中 学着学着 你就找到了一种 注册会计师的感觉 为什么 你的专业水准 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 那你不也就自然达到了这个水平吗 不是说你平时也不学习 去了一考试 你就成注册会计师了 那绝对不是 而是你的专业不断提升的过程中 你自己也能够感知到你的变化 能够感知变化 能够感知持续改进 这是最好的学习状态 我们继续看 第二个资料 08年度 甲公司进行内部研究开发活动 共发生了支出是800万 在内部研发支出800万中 费用化是300万 资本化是500万 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研发活动形成的无形资产 到08年12月31日 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你知道不知道 老师教给大家 就是做这个研究开发时 你一定要盯着看 他那个无形资产 是不是达到一定状态 为什么要看这个呢 他要没达到状态 这事考虑所得税时就两件事 一是那管理费的夹击扣除 二是那无形资产 他的可抵扣差异不确认 并且在当期所得税这 只有一个夹击扣除 就两件事 因为他没有达到状态 他要达到状态 当年有摊销的话 除了这两件事之外 还有第三件 要把那摊销差 在当期所得税那 要调整过来 所以这道题说 没达到 那就没有这第三件事 明白了吧 所以考试时你看题 盯着看 找他这个关键点 税法规定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 费用化的研发支出 计算当期应大税 所得额时要加计扣除 75% 对于资本化的研发支出 计税基础为资本化的 为资本化金额的 175% 没问题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 应该是很熟悉的 但是要注意这里的细节 他未达到用途 没有贪销的差额 我们来看 对于上述交易事项 贾进行了如下的处理 首先呢 他这800万都是花的现金 带银行存款 这也没错 借记研发支出中的 费用化支出300万 资本化支出500万 同时他又确认了 带银所需资产 这第二个资产是谁呢 他是那500万的资本化支出的 75% 因为你是500 乘以1加75%减500 就是500的75% 500的75% 是375 375的可底过差 乘以25% 他最后算出的事 93.75 他是这么来的 很显然 这个错的很明显 错的很直白 为什么呢 他这个人是不让确认的 他给确认了 那么既然不让确认 他给确认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它调回去吧 对吧 我们要调回去 好 我们来继续看 首先 4.2 处理是不正确的理由 企业内部研发活动的 费用化支出 当期要加低扣除 因资本化支出 而加剂贪销形成的差异 那么我们并不确认 不确认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来是不是发生在企业合并中 二来既不影响 利润也不想应该税所得额 所以我们是不确认的 那么你确认就不对了 那么怎么更正过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更正 首先 你要单纯从这所得税本身来看 你既然走的是 借记颠锁资产 代记所得费用 那你做相反处理吧 我们借记所得费用 代记颠锁资产 就把它给更正过来了 但是光更正它还不够 我们还要注意 在一些更正分路时 千万注意 有的是在错误分路的基础来调整 还有的问题是 它可能就没有 比如说我们说 随说到期末 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这句话 它是告诉我们 没有那第三件事了 但是它还告诉我们一件事 是不是到期末了 到期末时 我们那个研发支出中的资本化支出 因为没有达到状态 是不能转无形资产的 但是研发支出中的 废话支出 只要到期末 你挡也挡不住 它是必须的走哪里 管理费用啊 这是无形资产的一章 大家学的非常扎实的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说 你的研发支出 分为资本化费用化到期末时 只要到期末 费用化一定要走管理费用 只要到期末 费用化一定要走管理费用 明白吗 而只要到期末 你的研发支出的资本化支出 走不走无形资产 不取决于是不是期末 而取决于是不是达到状态 本体尚未达到状态 因此它并不转无形资产 但是你走管理费用 这是在所难免的 这个分路 我们要把它补齐补出来 所以如果你是考试写分路的话 你可以先把那地研所资产给冲回去 冲回去是对的 因为你当初多确认了地研所资产 当然要冲回去 人家不确认你非确认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转管理费用的问题 你一定要把它补齐 你要补不齐的话 同样是丢分的 再次告诉大家 考注快哪那么容易的 你必须要全方位的考虑 才能把这题做对 我们继续 第三个资料 08年的1月1日 假公司持有零企业 已公司30%的股权 账面价值是3200万 拿着人家3200 这是08年1月1日 这3200万的成本是2600 损益调整是600 其实这意味着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30%这是权益法 当初投资是我们前面大前提说了 它那边的账面和供应就相等的 不需要调整 这里的损益调整 是在持有期间形成的利润带来的 其实它会产生一个应纳税差异 我们是不确认的 如果你长期持有一定不确认 但如果你不是长期持有的话 我们要考虑确认的 实际真正税法认可的成本 就是那个这里的2600 这是当初的成本 08年9月3日 假公司与市场上独立的第三方 签订了不可撤销的协议 以4000万的价格出售了 以公司30%的股权 把它卖了 卖多少钱 卖4000万 到08年的12月31日 上述股权出售尚未完成 假公司预计将在09年6月底前 完成上述股权的出售 什么意思 几个意思 来起看啊 08年时尚未完成 预计09年6月出售 但是它这协议是不是签订的 08年9月30日不可撤销 这个事儿 随未明说 但是已经暗示 在08年的9月30日 假公司把它对 以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已经处置 不可撤销 并且预计它在一年内完成 所以到了08年的年末时 这项原来账面上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 早已经 自觉不自觉的 转化成了 持有代售了 它的性质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非流动资产 而是变成了流动性的持有代售的资产 好 我们来看 08年度 以公司实现净利润是1600 其他总共收益是200 那你这是整个年度的 其中 1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 实现的净利润是1000 其他总共收益是200 这个 以这条件太重要了 他告诉我们这利润是1600 但是属于 你持有代售之前的是1000 为什么非把这 1到9月份要切出来呢 因为你在9月30号的时候 已经把长期股权投资 划出了持有代售 当划成持有代售以后 你再也不能按照权益法 去考虑问题了 你不能再确认 对方的损益的变化 而你划成持有代售之前 你是可以按照权益法来考虑的 因此你这9月份之前的 1000万的30% 你会拿出一个300万增加 你的长期股权投资的 另外 这里的这其他总共收益200万 都是9月份之前形成的 200万的30% 还有个60万会让长期股权投资增加 也就是说我们在划成持有代售之前 原来那3200万会再加上一个3006 它应该是一个3560万的长期股权投资 划成了持有代售 是这样一个过程 千万不能拿来1600 乘以30% 加上480加上60 用540 3200加540 3740 那你可就错了 我们接着看 税法规定 资产按取得时的成本作为计税基础 那显然认可的是当初的2600 对于上述交易或事项 假公司进行了如下的处理 首先它增加了540万的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收益480 其他总共收益是60 这里边错就错在这里 它是多确认了一个180 对吧 我们知道应该确认多少 确认300 它却确认了180 并且它是按照 它为什么这么做 它是按照权益法来考虑的 实际上我们这里边 到9月份以后就不能按权益法了 我们继续 资料3处理不正确 理由是该向长期股权投资 签订了不可撤销的协议 符合了持有代售的划分条件 企业应当将其划分为持有代售的类别 并不再按照权益法核算 由于该长期股权投资是近期出售的 持有代售本身就近期出售的 所以它的锁的税影响我们要确认的 这里边不仅仅是一个持有代售的问题 还有一个持有代售要近期出售 考虑锁的税的问题 这是环套环的环环紧扣的一道题 水平非常高的一道题 经典的很 因此权益法 权益法核算时 账面价值和计划基础不一致形成的三十性差异 我们还需要确认所得税的影响 除了要调整出来 持有代售 还要考虑所得税的问题 我们来继续看 划分为持有代售之前的账面价值 刚才给大家推算过了是三千五百六 那么你的供运价值减去储蓄费用的净额是多少呢 是四千 比如说这四千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能卖四千 这就是供运价值的净额四千呢 四千和这三千五百六这么一比 显然 账面低于供运净额 这也没减值 按照熟低来计量 也是账面计量啊 所以没有减值 没有减值的话 那我们应该体现的就是一个账面上三千五百六就可以了 但是你那却增加了一个五百四 其实你增多了 那么增多了多少呢 你是增多了一百八 把那增加多的一百八给它冲回去 冲回怎么冲呢 借投资收益 代替长期款投资 其实就是把九月份到年末那六百万的利润的 六百的百分之三十 三六一百八 冲回去 冲完之后 化成持有代售 别光顾冲 冲完的化成持有代售 持有代售就是你的长期款投资三千五百六啊 它是当初的成本两千六 所以调整是九百 九百 另外把其他生活税六十 也都转到了持有代售资产冲区 这叫持有代售资产啊 持有代售资产 我们后续马上就给大家介绍 持有代售的非冲资产处置组和中主经营 化完之后 这是我们的处理 正常处理完之后别忘了 还有一步还有一步 别忘了啊 还要考虑所得税 考虑什么所得税呢 你别忘了 我们这里边 其实税法认可的仅仅是当初那两千六 而此时即便是你转成了持有代售 就算你转成了持有代售 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在两千六的基础上 你也是增加了一个九百 增加了一个六十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大于账面价值 形成这个应纳税差异 我们要确认地研所的税负债的 与九百对应的 二百二十五走锁的是费用 与其他综合收益六十万对应的十五 还走其他综合收益 要把它确认出来 任务老师 这为什么要考虑这个地研所负债呢 你从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的角度来看 因为化成持有代售 它就是要处置的 也就是说 随说化成那科目叫持有代售了 但是它此时还是长期管投资 只不过它是长期股权投资 变成的持有代售 尚未出售之前 它还是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你按照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准备近期出售这个思路来考虑 就要把他的应纳税差异 给确认出来 这就对了 我们来看第四个资料 08年度 甲公司一销售B产品 共收起了合同价款是1000万 在销售B产品时 甲公司向客户承诺 在销售B产品两年内 由于客户使用不当的原因 造成了B产品的故障 甲公司免费提供维修服务 大家知道 是因为客户的原因 不当使用造成的损失 我们还是给他提供免费服务 这本身可不是法定的要求 这不是约定俗成的做法 这是我们和客户本身的一个约定 所以说这属于一个单项的履约义务 甲公司两年维修服务 可以单独作价出售的 说明它有单独的售价 与本年度所出售的B产品相应的 两年维修服务的售价是100万 也就是说这个免费维修的 单独售价100万 预计的成本是80万 甲公司不附加产品 免费维修服务情况下 出售B产品的售价是920万 这是B产品本身的单独售价 说明我们这个免费维修服务 和这个B产品本身 都有单独的售价 上述 你售B产品的成本是700万 到08年12月31日 尚未有客户向甲公司提出 免费维修服务的要求 还没有人提出要求 我们进来看 假定税法对上述交易户事项的 处理与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是相同的 那会计怎么做的 税法也怎么做 我们继续看 那么甲公司已经按照 会计的处理 计提了应交所得税 甲公司已经计算了应交所得税了 对于上述交易事项 甲公司做了如下的处理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收到前十 借银行存款1000 带总佑收入1000 那么结准了总佑成本700 带扑子商品700 同时呢 这里面还走了一个 预计负债 借消除费用80 带预计负债80 他把那个免费维修 按照货有事项 缺了预计负债了 这显然是政策上的错误 你要是法定的这么一个义务 你走消除费用80 预计负债80 这没毛病 但这不是法定的义务 是你人为约定的 由于对方的使用不当 你还想给他免费维修 这种约定的义务 属于单向履约义务 单向履约义务 你是不能走出一个预计负债的 另外你要是有单向履约义务的话 你当年的收入 也可能并没有这么多 因为我们那个履约义务本身 是要在没有履约之前 是要走合同负债的 因为它两年期 你当年没履约 先走合同负债 你可能主要收入要减少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资料室的处理不正确 理由是甲公司提供的两年 维修服务的这个服务 构成了单向履约义务 应该按照销售商品 预提供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 一个是100万 一个是920万 应该按照100加上920分之100 乘以那1000 给免费维修服务 用100加上920分之920 乘以那1000 给单独的商品售价 对交易价格进行分担 在履行各项旅行义务时 分别确认收入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产品的单独售价是920 维修服务的单独售价是100 合同总价款是1000万 把这总价款分下来 所以是920加100分之920 乘以1000 这是分给产品的 那么产品当年已销售 所以是可以确认收入的是901.96 而提供免费服务的呢 是98.04 由于他是两年期 当年并没有提供 没提供的情况下 这98.04是不能确认收入的 那么假公司 08年应确认的收入是901.96 这才是当时应该确认收入的 所以他收入确认多了 那既然收入确认多 怎么办呢 重复去办 所以更正分路 先把这多寸的98.04的收入 从主要收入中冲回来 冲到哪去 钱已经收到手 义务没履行 那在我们收入主要中说的很明确 我们先走合同负债 走了合同负债 98.04 那么走了98.04的合同负债 这里边呢 没有或有实际上的预计负债问题 你的账上却给走出来了 跟他没有关系怎么办 做相反处理 给他对冲掉 这就是直接更正 看了没有 把多券的收入 给他冲到合同负债 把不该确认的预计负债 和销售负用给他对冲回去 那么对冲完之后呢 我们发现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当初你算税 当初你算税的时候 你算了一千万去算税 你多算了 98.04乘以25%那么多锁子税 你多交了 已经多交了 所以现在呢 你可以少交 你可以少交多少呢 按理说你可以少交 98.04乘以25% 那要冲翻译的话 就借记硬交税费 硬交锁子税 这是少交吗 代记锁子税费用 但是呢 由于你当时 确认一个销售费用 你那销售费用的增加 已经让80万乘以25%啊 你已经少交了 20万的锁子税了 所以说你当时 总的你应该少交 98.04乘以25% 你已经少交过一个80乘以25%了 所以这次你再少交 98.04减80 18.04乘以25% 应该少交4.51 这就够数了 有时候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因为你当初那个销售费用 会计所处理的销售费用 税法给认可了 或者说当时税法 就是按照你会计这个处理 前面说了 税法就是按照你会计处理 交的税 当时你有个销售费用吧 你的销售费用一增加 你不就是利润 你的应价税所多的减少 你不少交税了吗 你当时少交过多少 80的25% 你少交过20 按理说你应该少交98.04 你已经少交过80的25%了 那你再少交一个18.04的25% 这不就完全够了吗 所以把收入充回来 把少交的税少交 因为你少交的税里面 已经提前因为走销售费用 那是错的 错的会计之下 已经少交过锁的税了 所以呢 这次就再把差额少交 这就足够了 想这样的事情呢 必须前后的对照去考虑 才能把它考虑的 非常的完善 应该说 这种题目 是我们考柱块 经常会考到的内容 难度相对比较大 就是因为 它需要动用你的基础知识 还要把相关内容 都要组合起来 要全面的 完整的把这题吃透 你才能把它做对 本章的主体内容 我们就讲这么多 接下来呢 对本章的有关要点 再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合回顾 首先本章 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把握 什么是政策 什么是估计 什么是政策变更 什么又是估计变更 对于政策变更 它将涉及到 确认计量和列报 而估计变更呢 往往是金额的认定 比如说供应价值的调整 或者是 这个消耗金额的变化 比如说折旧 贪消减值等等 这样一些因素 总之 你要从客观体的视角 要把握政策变更 和估计变更的区别 在政策变更里面 我们用的是追溯调整法 追溯调整法的关键 是要算那个累积影响数 到底谁叫累积影响数 什么叫列报前期的最早期出 一定要知道 那么未来适用法 如果是用在政策变更中 要把它对于利润的影响金额 要计算出来 对于前期差错的更正 我们一定要注意和日后事项的结合 我在前面专门给大家做一个知识点 给大家做了一个结合 在日后上期间发现的前期的差错 我们应该怎么去考虑怎么调整 这是大家一定要清楚的 特别是在综合地中出现差错更正时 让写更正分路时 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定要知道 首先 从明面上看 它原体本身可能有错误 你要在错误的基础上去更正 另外呢 因为错误可能带来连带的反应 你要把它调整 同时还要注意 除了把错误的更正过来 还有一些正确的分路 原体可能没有 你还得把它补上 你还得该补的还得补上 这是我们进行更正式的一个完整思路 当然这样的一个思路 你必须通过题目本身来理解它 才能把它说清楚 好 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呢 就这么多 接下来呀 希望大家趁热答题 把本章的内容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归纳总结 比如说可以画一画思维导图 然后去做经典体检中的题目 好 这一章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